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是用来做图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效果 这就是你给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上面是必须有人物的 必须有人的脸部 那么它可以检测这张脸 然后呢去合成一张新的图片 根据你的输入的提示词 那么这个效果确实是不错 咱们之前介绍过几个这种比较类似的这种项目 它有一些它的优势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图片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比之前的我感觉要好一些 然后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做得快 像咱们之前的这种项目呢其实是比较慢的 它都得好多步 四五十步甚至更多 那么这个项目呢它一张图片只需要四步 四步一张图 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的快啊 这个呢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 这个下面也没什么可说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稍微有一点大 16.9G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下载 我们下载完之后解压 这边有个启动啊 这个稍等一下 这样就算是启动完毕了啊 大家看到这个地址 点一下就可以进入 那么这边有一行这个提示啊 它不是报错 它只是提示说 这个东西有新的升级版本了 可以升级啊 这个大家不用管 然后这个整个加载过程呢 有一些费劲 需要加载一些时间 这个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好我们来启动 点一下地址 那么这是它的使用界面 大家看到了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内容 咱们先把它这边的 相关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呢是 它的主图像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上传的 那么我们 来选择一张图片 这是我们传的图片啊 这三张图呢 大家可以传也可以不传 因为它是辅助图像 你传了之后呢 会对主图片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个不传也是可以的 这个大家 如果说配置不太好的话 那么这三个就 保持空白就行了 不要往上传 因为传的图片越多 那么肯定是消耗越大 这个写你的提示词 来自己来编 那么这个负面提示词 保持默认 下面这些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修改 大部分情况下来说 你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不需要去修改 这个呢 是两种图片的模式 就是最终出图呢 效果会有一些区别 这个我们代入可以做个演示 这边这一项 是两个图像做一个混合 最后这个生成的这个图像呢 是两个图像混合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自己考虑 要不要添加 会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这个也是啊 如果你配置不太好的话 你就别勾了 勾上之后可能会炸 下面是一些例子 我们先来跑一个例子吧 它这个效果 这一张图啊 我们直接来运行就可以 这边稍等一下 我们看看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翻一下 音像拍绘画 充满活力的色彩光影效果 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结果 这边是大家看到了 每张图需要四步 这个就非常的快了 总共出四张图 结果我们等一下看结果 这边跑完了 看下这个结果 那么它给我们生成了四张图 所以四张图的效果就这样 整体的效果还可以 但是这个呢 它体现不出来这个工具的优势 我们来改一下这个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给大家翻译一下 肖像电影 画原理 这边最主要的是最后这四个字 咱们做一个暗夜清零的一个造型 那么我们来画一个图片 这边是我们自己的图片 我们来生成一下四张图片 这边我们稍等一下 把这边图片出来了 说得很快 我们来看一下这跟之前的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刚才下载了这张图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风格 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是吧 嗯 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或者说有些区别我们可能大看不出来 它这两个模式 大家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 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 反正我这边看了好像没大看出来 嗯 行 这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像的混合 这边有个例子 那么我们来跑一下它这个例子 这边直接点这个开始 它这个提示词呢 是生成一个超人 这个我们等一下看看它的结果怎么样 那么这个图出来了 大家看到一个超人 这个四张图呢 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人物的脸呢 应该是两个人物的一个混合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 还是能看出来的啊 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那么这边同样的我们拿自己的图片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还是用这张图 我们再来给它找一个脸 好 我们就用这个 那么这两张脸呢 我们用它来混合一张新的脸出来 这个文字就不改了 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好 好这张图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脸呢 它是这两张脸的一个混合 这个混合就非常的明显 比咱们之前的比较明显很多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一下来体验一下 我们到这呢整合报的内容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怎么样用这个conform UI去实现 如果大家机器上有这个conform UI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下 所以这个实现起来更快一些 它需要下载的内容比较少 直接点这个启动 在启动期间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相关的内容怎么装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总共是有四步 那么在做这个四步之前 需要先安装这个节点 大家把这个名字复制下来 打开这个版本 大家看这边有个安装新扩展 我们把这个名字贴到这 那么就可以搜索到这个插件的名字 这样我们点这个安装 然后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大家不是我这个版本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打开这个界面里面 这边有个管理器 大家可以在这边点这个安装节点 然后来搜索这个图上的名字 来安装 这样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行 这个大家要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 那么我们这边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这四步的安装 第一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预行的模型 这个模型大家自己下一下 这个模型也不大 然后点这个 那么这边会自动开始下载 755兆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相关的文件夹里 这个文件夹 大家找到这个文件夹 然后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文件夹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儿啊 这是我刚才下载的这个模型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这个东西呢 下载些比较麻烦 所以我这边直接给大家打个包吧 大家下载下来之后呢 把它解压 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儿有个这个文件夹 这里 这里 这儿 这个文件夹我会打包给大家 然后你解压过来之后呢 把它放到就可以了 这个第三步需要安装个依赖项 那么这儿在哪呢 就在咱们刚才装的那个插件 目录里面 在这儿 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相关目录 下面有一个这个文件夹 这个是它需要安装这个依赖项的地方 这儿有个这个文件 这就是它需要安装的依赖项 那么这个东西呢 需要大家自己装 因为它这个自带了一个派生环境 在这儿 如果你不是我这个版本的话 它可能不在这个地方 需要大家自己找一下这个 相关的环境的什么地方 找到这个环境 然后你通过命令 然后来安装这个依赖项 那么窗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输入这个鞋命令 我们需要找到 刚才那个文件的一个目录 那么我们来复制一下它的路径 这边我们需要把这个双引号去掉 这样我们敲一下回车 然后就可以去安装这个相关的依赖项了 因为我这边已经装过了 所以这个就没法给大家演示了 然后这边还有最后一步 同样的也是要下载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大家自己下也是 这个模型也非常的小 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把这个压缩包 把这个压缩包把它下载下来 361兆 下载下来之后呢 把它解压到这个 这个目录里面啊 它告诉我们了 这个目录也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在这个模型文件夹里面啊 这个是我解压之后的一个文件吧 大家下载下来之后把它解压到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因为我这边刚才本机就启动过了嘛 就在这个地方 这边这个模型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它只支持这个 SDXR这种格式的这种模型 其他格式的模型是不支持的 那么这个模型如果你机器上有的话 那是最好的 就不用去下载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可以到这个C材上去下载了 大家可以到这边来搜索一下 你这个相关的这个模型自己来下载一个 大家看到了 这个模型非常非常多 这个大家自己来下就可以了 你喜欢哪一个就下哪一个 这个是我们刚才下载的那个模型 预训练模型在这儿 这个我们注意把它改成这个显卡 这UDA 这边呢选一张你的这个图片就可以了 其他就滚滚了 那么这边呢是一些参数 这边大家可以调整 也可以不调整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来做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点击这个开始 点击这个开始 稍等一下就可以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边图做完了 看一下 那么这个图是他给我们出的这个图 跟我们刚才这个图呢是非常相像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 大家拜拜